你听过有人说自己像蝙蝠一样瞎吗?这种说法其实有点误导人。在白天,有些蝙蝠的视力几乎和人类一样好。不过,当夜幕降临,夜行蝙蝠更多的是依靠耳朵而不是眼睛来导航。 这种特殊的导航过程被称为回声定位。在回声定位过程中,蝙蝠将声音、耳朵和回声结合起来,绘制出一幅感知地图,使它们在黑暗的环境中也能行动自如。 那么,蝙蝠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其实,回声就是声音在达到物体表面后反射回来的声音。 声音是一种震动,以波浪的形式从声源荡漾开去。这种震动发生的速率称为频率。 高频率的声波音调较高。人类可以听到频率在每秒20到2万赫兹之间的声音,而听不到这个范围以外的音调。 而蝙蝠能听到并发出每秒10万赫兹以上的声音,远远超出了人类的听觉范围。 那么,你是否好奇过蝙蝠是如何在黑暗中轻松追踪到猎物的? 现在,一起来了解这个神奇的回声定位过程。 首先,蝙蝠开始鸣叫,声音离开蝙蝠的身体并从周围环境中反弹回来时,蝙蝠会倾听。 注意哈,当声音回到蝙蝠体内时,外耳软骨会将声波引入而道。 然后,声波到达骨膜,骨膜随之振动。 这些振动会进一步传入耳内的基底膜,基底膜贯穿整个耳窝。 如果将耳窝和基底膜展开,它们看起来就像这样。 膜的每个区域都会响应特定的频率而移动。 之后,耳窝将这些振动转换成神经冲动,供大脑解读。 蝙蝠的回声定位如此之快,以至于它可以在完全黑暗的环境中追踪到一顿昆虫大餐。 蝙蝠喉咙里的特殊肌肉使能够每秒鸣叫160到190次,由于它每次接收的信息量如此之大,必须将有用的信息与杂乱的信号区分开来。 为此,蝙蝠会发出不同频率模式的鸣叫,根据物体的大小、形状和与蝙蝠的距离,每种鸣叫都会在物体上产生不同的回声。 然后,通过分析产生的回声强度,蝙蝠就能绘制出周围物理空间的心理地图了。 在寻找猎物时,蝙蝠首先会发出大范围的低频鸣叫,较大的物体会反射出较强的回声,但蝙蝠的目标通常是昆虫等较小的物体。 一旦蝙蝠接收到来自小型潜在猎物的低强度回声,它会再次发出针对该猎物的高频鸣叫。 当高频和低频回声都返回到蝙蝠身上时,它就能忽略从食物周围的树木或岩石反射出的不相关的低频鸣。 为了判断特定物体的距离,蝙蝠会分析从听到鸣叫和感知到回声之间的时间延迟。 方向信息来自蝙蝠两耳接收信息的比较。 例如,让我们想象一下,蝙蝠的鸣叫声是从昆虫的这一侧回荡回来的。 由于这只耳朵离昆虫更近,它将比另一只耳朵更早接收到声音。 通过解读两只耳朵接收回声的时间差,蝙蝠就能引导自己找到昆虫。 蝙蝠只是使用回声定位的一种动物。 虎鲸、海豚、江豚和一些鸟类也能进行回声定位。 开发声纳和雷达的科学家们就是从研究蝙蝠和鸡鱼的回声定位中获得灵感的。